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就这样了啊 那怎么给你俩操上对人了 感谢你们大张伟吧 他有一首歌叫晒 然后也是他今年可能是微转转创作的啊 就一首新歌 然后呢当时他说那你找一个人合唱吧 哎刘雨宁还挺好的 他就邀请了我非常感谢他 你在你们二人的组合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担当 嗯 起哄男当们 对大家因为过年的时候 让他这种歌呢就是比较的 快乐 很开心 就让你在那个过年的时候听一听 你就会觉得很喜气 然后很 就怎么说呢 就会很幸福 对你来说过年最有年味的瞬间是什么 可能就是跟自己的家人啊 然后亲戚朋友在一块 然后晚上一起在电视机前看看春晚 然后一起包饺子 然后包完饺子 我们就自己煮 然后整个那个生活氛围 我觉得是最有年味的 小时候长大后 现在心态上对过年上有什么变化吗 小的时候在过年临前的一个月 然后就特别期待过年 为什么呢 就可以穿新衣服了 然后呢 总是跟我奶奶说 我说我们什么时候上街 我们逛街去买新衣服吧 然后就是还要卡到这个十二点 比如说这个十二点一过 就把新衣服去穿上 然后那种感觉就还蛮期待的 如果给你十天春节假期 然后除了睡觉 还给自己安排点什么事 十天假期啊 哇 我有欠了一堆好玩的游戏没玩 我特别想给他们通关了 是真的 最后用一首歌给大家来拜一下 好事好运会连连来 是一个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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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祝各位度个好年 过一个好年 哈喽各位好朋友们 也欢迎各位来我们百度看春晚